20229和1大選金新聞 與您一起選戰零時差 您好 我是玉婷 決戰六都 最後倒數 台北市誰能勝出呢 我們來看到今年 台北市長的參選人數真的是爆炸多 一共是有12個人登記參選 創下了歷年下來 這家市長選舉最多人登記參選的記錄 但是最有勝算 最有贏面的 還是您畫面中看到這三位 藍綠白的候選人了 包括了民進黨的陳時中 國民黨的蔣冠安 還有親民黨的出身 最後選擇以五黨籍出來簽選的黃珊珊 回顧台北市 過去常常被認為選民結構上來看 是藍大於綠的 但是近三屆的市長選舉 又開始鬆動的趨勢 2010年這一場選戰 您可以看到 郝龍斌對上了蘇貞昌 基本上可以說是直接體現了藍綠的基本盤 來到2014年的林盛文 還有2018年藍營推派的丁守中 都只拿到了比藍營基本盤 略低的四場選票 關鍵點就在於中間選民 我們先來看到2014年這場選舉 在民進黨的禮讓之下 柯文哲拿下了綠營 和全部中間選民的支持 但是來到2018年 即便民進黨推派出自己的候選人 你可以看到就是姚文志的部分 但是柯文哲還是以不到1%的差距 驚險連任 我們講到台北市 過去28年下來出現了高達5次的撒卡都 這樣的戰局配票危機容易啟動 氣保效應 唯一一次氣保失敗的 是在1994年 當時國民黨分裂了 國民黨派出的是黃大洲 而趙紹康是以新黨的身份參選 因為趙紹康當下聲勢是如日中天 泛蘭陣營要贏選戰怎麼辦 必須要在這兩個人之間做出選擇 但最後呢氣皇保照失敗 是由陳水扁入主北市府 1998年王建宣被氣保了 馬英九順利成為了首都市長 2006年同樣氣保成功 郝龍斌當選 接著近期大家最共享 大概就是2018年的時候 當時柯文哲要拼連任 民進黨不再領贖 推派了姚文志出來參選 但是柯文哲繼續吸走了部分的綠營選票 把台北市長的寶座給保了下來 那麼今年這樣的組合 藍綠白推派出來的黃金陣容 選民手中的那一張票 最後會投給誰 氣保按鈕又會在誰的身上被啟動呢 公會裡面提出來的 我們都有相當的回應 自備畫架手板當道具 出席勞工政策發表會 陳時中有備而來 和黃珊珊講完 同場較勁不能輸 對選情一樣有信心 夭夭領先 這我不敢說 但是我們說第三名絕對不可能 絕對不可能 你不管你聲量來看 我是最煩的 這次選舉我一定贏了 選前民調白白種 藍綠陣營各自解讀 北北基陶我們是穩定的領先 超過大概兩位數到最後的關頭 我們不敢掉以精心 國民黨內部最新民調 蔣萬恩支持度31%穩居第一 陳時中25%排第二 黃珊珊19%呈現落後局面 進一步觀察蔣萬恩在本命區中山區大勝 連黃珊珊本命區內湖南港也領先 唯獨綠雲票倉 市北大同跟萬華通通落後 陳時中 大家可能在這個稱吃或伯仲之間都有可能 但是要差到兩位數 相對的可能性是比較低一點 陳時中應該去問問這些打高端的民眾 他們現在的心情 你就會知道民眾對於陳時中真正的評價 就怕選民被民調帶風向 畢竟這樣的數字 連黃珊珊自己都很難相信 我們目前大概就是做二望一 我們現在也正在每一個禮拜 我們都會做民調 但是我們不會像他們每天在做操作 不是每天製造假新聞 那最重要的是 如果有這樣的民調數字 那為什麼不敢拿出來呢 不管民調結果如何 也只是僅供參考 還是得靠候選人持續努力 爭取選民認同 聽過同婚法案 怎麼能跟親自參與活動挺同志 畫上等號 陳時中競選團隊每日一問 先問蔣萬安審查出席幾次 神經了二十五次 而在二十周年的同志遊行 蔣萬安還真的神經了 你到底是不是被你的孔童大將 在你的團隊施以壓力 蔣萬安你到底是支持同關 還是你真正的本質是有抱孔童的大將 二十八次條文表決 只現身三次 承辦有備而來 指出會議記錄顯示法案 第二 第四條表決 是蔣萬安為二出席 而一次又一次 投下反對票的賴世保 費洪泰跟前立委蔣乃欣 都是競選團隊監事幹部 我那時候來幫他緩夾說 他可能有一些事情 因為我想說他可能要準備這個辯論 可是他今天早上又有時間 去參加另外一個遊行 那我就我覺得 幫他這樣子一個說法 也就沒有必要 那我覺得這次轉型正義要落實 不當的政治紅利 應該要放棄 陪著救國團上街頭 蔣萬安被批不愛彩虹 獨中生懶 不過傷害微乎其微 TVBS最新數字顯示 台北市場選戰 民進黨陳時中 最新支持度 百分之二十七 後來居上超車黃珊珊 但是依然落後 蔣萬安十個百分點 持續強化基本盤 看來策略奏效 救國團更是許多人的青春熱血 但是我們看到民進黨戴了政治有色的眼鏡 卻把救國竟然都還分了藍綠 愛國也分了黨派 甚至把青春熱血都成為他們清算鬥爭的對象 一邊鐵定有票 另一邊再怎麼努力也未必奏效 或許民調都領先了 少說少錯 不說不錯 國民黨要考慮的是 你要不要陳惠宏當選 公布新竹市長民調這天 國民黨戰鬥藍的趙少康 拋出建言講給黨內聽 國民黨去支持高航安的多了 上次國民黨支持高航安 只有15.63 這是變33.7 多了一點 直接表明流失的藍維選票 就是往高航安而去 要止血就得做出抉擇 非綠的陣營 就是討厭民進黨的 你就不能分裂 最後他們要不要考慮氣保 我不知道 然後政黨都各自堅持 非我的候選人不可 最後可能會變成兩敗俱傷 他的操作是司馬昭的新路人皆知 操作氣保的話 就是來吃藍嘛 那天下有白吃午餐嗎 那藍會這麼白吃嗎 面對趙少康喊話藍白抵抗綠營 讓民進黨新竹大佬柯建民跳腳 他更批評氣保說 讓國民黨深藍及本土藍間的鬥爭 提早登場 這樣勉強的操作 只是2024總統選舉 提前開打 那國民黨提前崩盤 我們會提前看到敦克爾克效應 預言國民黨大崩盤徵兆已經出現 但在這之前 2022這一戰就是關鍵 北台灣中新竹台北戰況 民眾黨的聲勢和藍綠不相上下 但在禁竹中贏家只有一個 我最早就講說 你新竹台北是要不要交換 你們自己去考慮 都不要 每個都不要 我也想問蔣萬安先生 對於趙先生的說法 你贊成嗎 你是要用你自己來去 你將來任何政治利益 都是可以用這樣赤裸裸的政治分贓嗎 不要再用這樣的方式 我覺得這是很低下的政治操作 蔣萬安不會允許 林根仁不會允許 新竹林更不會允許所謂的交換 完全是無稽之坦 可以修飲 藍白向萬安換紅安 say no 不讓自己成為棄寶的犧牲對象 林根仁當選市長 任其四年內的心思 心之所得 全部監出給弱勢團體 勝負激光 前下陳諾書誓言選上要當全職的 新竹市志工 林根仁拼翻轉 主席朱立倫清爭力挺 根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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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報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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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積極攏後 國民黨第二場行動中常會 遺失新竹 第二戰大家全黨 決定要在新竹市 就是我們力拼 我們要在最後這場 這幾個禮拜全力的來力挺林根仁 我們一定要拼到底 朱立倫帶頭喊新竹要團結 但自家戰鬥男共主趙壽康 卻拋出新竹北市棄寶 藍白河 想促成1126北萬安竹鴻鞍 想這種別人不可能同意的事情 那叫我們國民黨來犧牲有可能嗎 趙總有辦法讓黃珊珊同意嗎 先提出來 我想只有正南京沒有藍白河 直言新竹玩氣堡不可能 林根仁也不在邊緣人 畢竟近期高鴻安的助理費爭議 起初就是由他絕地大反攻 我這打得實在是太離譜了 從研究所打到大學 打到高中打到 部習班再打到知測會 我現在打人家私領域 這實在是我覺得太過分了 藍白河晚如一場空 因為黃珊珊也沒想輕易讓給蔣萬安 回到這裡還是在做選舉的操作 真的是沒有必要 北市新竹藍綠白選情焦灼 藍白與其撕破臉 也沒人想當那邊緣人 我們不會做假民調 黃珊珊不要亂講 我因為跟黃珊珊其實是老朋友了 所以選舉到現在 我沒有攻擊過黃珊珊 中黃董事長趙壽康爆氣了 火到到直接臉書自錄影片嗆瞎 因為日前委託蓋洛普公司做的 北市選戰民調遭黃珊珊批評 都是假的 用民調變成文宣了 它已經不是單純的民調 而是故意用操作的方式 那我們花了很多錢 委託蓋洛普做民調 蓋洛普會做假民調嗎 蓋洛普以前做 郝龍斌 費洪泰 賴斯堡 甚至朱立倫跟尤錫坤類似的民調 誤差都在1%之內 趙壽康反向上一份9月26號做的民調結果 國民黨八線市只拿三個 桃園藍營的張善政 還落後民進黨的鄭運鵬 怎麼會花大錢做賠上公信力的假民調 丁廷宇教授跟我是朋友甚至好朋友 又怎樣呢 朋友歸朋友 民調歸民調 黃珊珊無法認同這一份民調 恐怕是因為民調顯示 它可能就是最後藍綠氣堡的對象 因此趙壽康也不客氣了 直接嗆你在綠軍中 只有1%的人支持你 所以我早就講不會棄黃寶城 也不會棄城寶華 支持黃珊有6%國民黨的人 最多只是6%稍微轉移 那也影響不了大局了 一份民調意外讓趙壽康 也捲入北市藍綠白戰場 進行文林家縣市右偉 採訪報導 好久不見 好久不見 我讓你再寫 一句話